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理学家、法学家和著名的红色演讲家 他在演讲当中一再地讲他的悲惨遭遇 他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样的磨难呢 他又是怎样在那种红色恐怖年代成为了一名红色的演讲家的呢 咱们来回顾一下曲校的人生经历 1932年曲校出生在东北辽宁省的金县 那一年呢正好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第二年 当时整个东北刚刚沦陷 父亲带着他们娘儿俩背井离乡 远到了黑龙江 靠挖煤矿艰难为生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8年 一家人从黑龙江返回家乡以后呢 父亲把曲校送到大连读中学 没想到灾难从天而降 1951年的大年初一 曲校的父亲在大连街头走路的时候 被一辆飞驰而过的苏联军车撞了个正着 从身上压了过去 就这样曲校的父亲不明不白的丢了性命 当时家里的天塌了 19岁的曲校和母亲不知道是怎么过的那个新年 父亲去世后为了糊口 母亲去当了保姆 曲校也是一边读书 一边打工贴补家用 勉强完成了高中的学业 真是不容易啊 是 1953年曲校以很高的分数 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 还拿到了大学的助学金 曲校在学校潜心的研究哲学和心理学 他的才华呢 也受到了系主任 著名心理学家杨清教授的赏识 当时杨教授经常是单独的辅导曲校 师生两个人的关系呢 也非常的亲密 他遇到一位好老师 是啊 1956年是曲校的本命年 这一年呢 他结婚了 第二年还有了一个儿子 曲校呢 也是难得的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红色演讲家的悲情人生 曲校的故事 可是呢 好日子没过上几天 1957年就在曲校要大学毕业 等待分配的时候 中共的反右运动开始了 紧接着曲校被打成了右派 头上也被安上了好几个荒谬可笑的罪名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边 这些罪名足以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前程 都是什么罪名啊 第一个罪名就是污蔑苏联外交政策 他怎么污蔑的 你听着啊 这原因很简单 曲校在大学四年级一次课堂讨论的时候呢 发言说 根据他的观察和分析 苏共在二十大以后 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访问 表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了新的动向 其实呢 曲校的这次发言 后来证明完全符合事实 而且也反映出曲校是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 可是独立思考这件事 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所以这次发言成了他的一大罪证 那第二个罪名是什么呢 包庇右派 因为杨青教授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呢 曲校是拒绝站出来揭发他 这也算罪名啊 还有吗 有啊 第三条罪名是反党 当时有这么个情况 在那之前呢 学校有一个干部 拿着女同学做人身实验 结果呢 把这位女同学给下成了精神病 曲校认为 应该给这个干部组织纪律处分 就因为这个建议 学校定他为右派 而且系里边的团支部 也开除了他的团级 什么 别人犯了罪 他被惩罚了 就是啊 那是个荒诞的年代嘛 而且不仅如此 有人呢 还把曲校父亲 被苏联军车撞死的事 拿出来发挥 说曲校隐藏着 对苏联的杀父之仇 有反苏反党的思想 曲校对这些指责 是又气愤又惊讶 可是却不知道怎么辩驳 这些人怎么这么阴暗呢 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就是啊 曲校被打成右派以后呢 妻子怕受牵连 就提出了离婚 曲校向法院提出请求 要自己复养孩子 可是 法官轻蔑地看着他说 你都是右派了 要什么孩子 右派就不该有孩子了 嗯 确实很荒谬 后来呢 曲校被下放到辽宁省 新民县的师范学校 他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刻意时间呢 还和学生一起 打篮球聊天 学生也非常喜欢他 可是没想到 学校一个领导 看到这个情况 认为曲校是在和党 争夺青少年 改造态度有问题 就这样呢 曲校被开除公职 直接送进教养院 劳动教养去了 就为这个就把人家开除了 是啊 曲校在被劳教的三年多时间里 种过地 搬过石头 修过水库 盖过房子 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 东北的四月 春寒料鞘 曲校早上五点多 觉得起床 光着脚 他在冰冷刺骨的稻田里插秧 他的双脚泡在冷水里 被风一吹 裂成了一个个口子 流着鲜血 钻心的疼 哎呦 怎么受得了啊 就是 1961年10月 曲校的右派帽子被摘掉 劳教解除了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快四岁的儿子 曲校偷偷地跑到幼儿园 当儿子出现在面前那一刻 曲校百感焦急 激动地想把儿子搂在怀里 可是孩子看着眼前这个陌生人很害怕 一下子就跑开了 包育员也不认识他 对曲校说 这孩子的爹是右派 反革命 遭死了 多可怜啊 听到这番话 曲校的心像被撕裂了一样 他黯然离开了幼儿园 一边走 一边想着 我已经死了 死了的人何必再出现呢 哎 曲校的命真苦啊 是啊 当时呢 曲校想重新站在讲台上教书 可是没有一个学校肯接收一个摘帽右派 走投无路之下 曲校只好回到家乡 可是母亲自己连虎口都困难 靠着给苹果圆虎纸袋子勉强度日 他实在不忍心再给母亲增加忧虑 于是含泪告别老母亲 再次出去寻找活路 他去哪找啊 为了生存 曲校来到新安岭脚下的一个农村 农场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安身之处 农场的人问他 你能干什么 他说 我什么都能干 这样他被农场留下来木马 成了嫩江草原上的一名木马人 总算有安身的地方了 是 虽然是背景离乡 但是曲校仍然很坚强 甚至乐观的对待自己的处境 他想起自己学过的心理学知识 把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用到驯马当中 很快这群野马被训练成一群会听话的乖马了 怎么会听话呀 给你举个例子 嗯 曲校在放马之前呢 啪啪抽两声鞭子 随着鞭子一想 马就会乖乖的一起走出马圈 收工的时候呢 他再甩三声鞭子 马就老老实实的跟着他的坐骑往回走 真的很听话呀 是 他这个做法呢 在当时草原上也算是一手绝活 这个把农场的人都看呆了 大家非常佩服这个新来的马官 是啊 他真是有一套啊 就是啊 在嫩江草原上当了四年的木马人之后 曲校的大学生身份也逐渐的被人们所知道 农场领导觉得他是草原上难得的知识分子 就让他教大草原上的十几个牧民的孩子念书 这样呢 曲校又重新在兴安岭脚下的农场当上了孩子王 曲校把十三个学生分成五个年级 唯一的老师就是他自己 他常常是先给五年级学生布置下作为题目 然后马上教三年级学生算数 之后呢 又给一年级学生教生字 忙的是不亦乐乎 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 不过呢 他的辛苦没有白费 一次地区同考 他教的学生取得了平均98分的好成绩 这一下曲校在整个嫩江草原是声名远播 他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是 这时候呢 农场里的大叔大婶们给他物色了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 叫冯玉兰 两个人呢 不久就成了家 后来还有了一个孩子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虽然辛苦 但是却很温馨 1965年曲校被调回辽宁 安排在盘锦县西安农场小学当了小学老师 三年后的1968年 文革开始了 厄运再次降临 曲校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这次他被判了整整二十年有期徒刑 判这么重啊 是 曲校为了避免妻子和孩子受牵连 忍痛割爱 再一次和妻子办了离婚 曲校的老母亲也在他入狱之后不久 妻苦离世 这曲校的命运怎么这么坎坷呀 就是啊 可是呢 也没有办法 活着就得面对 想起来监狱生活那么漫长 所以曲校当时也是花了不少心思 考虑怎么能度过这个遥遥无期的牢狱生活 他想起了自己学的心理学专业 结合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 他偷偷的开始收集起犯人的心理状态资料 他有这些资料干什么呢 他是学心理学的嘛 这也是一个专业的习惯 他想呢 以后可能会有用处 在1979年呢 随着一些右派冤假错案相继得到平反 曲校也被无罪释放 出狱的时候 曲校已经47岁了 这时候有人给曲校介绍对象 曲校拒绝了 他要去农场找回他昔日的家 后来他真的和前妻冯玉兰复婚了 曲校还是挺有良心的 是 曲校出狱以后呢 把他在监狱里边收集的资料 仔细整理了之后 出版了一本专著 犯罪心理学 这本书出版以后呢 当时在国内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81年 曲校到辽宁省营口教育学院任教 第二年就被评为教授 还被任命为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的副院长 在这之后呢 学院的党委还拉他加入了共产党 再后来呢 为了配合中共对青年人的所谓爱党爱国教育 曲校在1983年走上演讲台 开始了他的演讲生涯 原来他的演讲家身份是这么来的 是 有意思的是呢 他第一次演讲是在黑暗中完成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会场停电了嘛 但是呢 他坚持在黑暗里边继续演讲 那天曲校是声情并茂 一扬顿挫 整个演讲征服了在场的观众 可以说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于曲校和电影木马人里边的主人公 经历非常相似 中共官媒辽宁日报 率先以长篇通讯 木马人新传为题 进行报道 随后呢 吉林日报 文汇报 甚至人民日报等中共媒体 陆续开始报道 这些铺天盖地的宣传呢 捧红了曲校 很快呢 曲校也成了中共宣传报道里边的当代木马人 著名的红色演讲家 是啊 当时我也知道曲校 是 很多人都知道 曲校呢 也是竭尽全力的用他的经典名句 党就是妈妈 妈妈打错了孩子 孩子是不会 也不应该记仇的 到处规劝那些受过中共迫害的老百姓 因为演讲超过了两千场 对年轻人灌输 党是亲爱的妈妈有功 曲校得到了中共的信任 在1985年被调进中宣部任局级调研员 继续日以继夜的四处演讲 帮所谓的党妈妈给青年人洗脑 嗯 再后来呢 就是大家知道的 他被指派到美国给中国留学生做巡回演讲 希望留学生毕业以后呢 能回到党妈的怀抱 哦 他是带着任务去的 是啊 可是呢 这一次他完成不了党妈的任务了 他遇到了滑铁炉 跟党妈的愿望相反 曲校的演讲不仅唤醒了台湾学者汪教授 还对拉拢留学生爱党起到了反面的作用 怪不得他承受不住啊 原来是他没有完成好党妈交给的任务啊 就是啊 回国以后不久呢 曲校的大脑就出现了病态 长时间处于休养状态 在1991年9月 曲校受邀参加江苏省南通市的一个演讲会 他在演讲时突发脑梗塞 倒在了演讲台上 从此半身不随 也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曲校在妻子冯玉兰的照顾下 度过了13年无语的生活 2003年8月6号 曲校默默的离开了人世 就像给自己用演讲帮中共洗脑这件事赎罪一样 曲校这个红色演讲家 晚年却生活在无言的世界里 他的人生故事也留给那些 曾经被中共洗脑和迫害的人们 无尽的惆怅和遐想 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红色演讲家的悲情人生 曲校的故事 今天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 金嗓子歌后周旋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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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